法国费加罗报网站1月15日刊端题为 海湾国家如何计划把经济转向中国和亚洲的文章 作者为乔治·马尔布·吕诺 为了减少对碳金燃料的依赖 富裕的海湾国家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 视为实现经济多样化的关键伙伴 正如去年12月首届中海峰会所表明的那样 阿拉伯国家计划加速转向亚洲 然而这一转变并非意味着重新考虑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几十年来 为其安全与美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 法国安林投资公司高管之一弗朗索瓦艾萨图阿奇说 中国通过大量进口海湾国家的石油 已经成为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沙特20%的石油出口是与北京实现的 在世界杯期间 卡塔尔与中国亲属了一项重要协议 在期限创纪录的27年时间内 每年供应400万吨液化天然气 托阿奇补充说 但除了能源之外 我们看到他们的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 中国公司在所有海湾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存在 特别是阿联酋 它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进口地 在经济多样化的背景下 海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亚洲的投资和技术 无论是在5G手机智慧城市 网络安全 农业 甚至是年轻人的娱乐方面 与此同时 沙特的大公司 如石油领域的沙特阿美公司 和石化领域的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都在投资中国的电油厂 托阿奇认为 海湾国家寻求两个目标 成为吸引力中心和创新中心 对他们来说 亚洲国家是他们的基准伙伴 与亚洲的关系往往比欧洲或美国的关系 更明确 也更平和 欧洲和美国有时会谴责海湾国家侵犯人权 正如最近关于卡套世界杯场馆建筑工地 外籍工人权益的争议所表明的那样 在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中 北京试图通过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来实现去美元化 沙特及其邻国都在寻找外国直接投资 因此也在寻找亚洲直接投资 中国希望海湾国家财力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 更多与自己的主权基金合作